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要把铁路公司的股票拿到手里面 并没有答应你我要杀人吧 我跟曹定邦无冤无仇 就为了他的股票我就要杀了他 不至于啊 我不太想成为你手里的 杀人机器 高田君 看样子江玉成不好控制 跟他爹一样 明晚不离 你见过江桂徐 那是一次 不愉快的会面 江独军 难道 你就不想打败张狼 夺回东北吗 高田先生 你知道此花叫什么名字吗 它叫君子兰 此花既怕炎热 又不耐寒 它喜欢半阴 且湿润的地方 生长的最佳温度 是在18到22度之间 5度以下 就会限制它的生长 如果我把此花 带回东北 它禁不住 任何风吹雨打 会夭折的 听江独军这话 您是怕的吗 我现在的日子呢 就是摇摇花 写写字 岂不逍遥快活呀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江独军的字 气壮山河呀 倒不像有归隐之一样 以前的旧座 不提也罢 江独军 不妨再好好考虑考虑 跟我们合作 你相信我们 一定会帮助你 夺回东北王的位置 恐怕会让高田先生失望 又有一个喝茶 像喝酒一样的男人 看来我们用这小子 取代姓张的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呀 如果他不能放弃喝茶 学会喝酒 那我们只有放弃他了 曹定邦得知 曹末飞为了救他 而得罪了徐坤 还被安上了通匪的罪名 这让他心里很不安 他要想办法 尽快把儿子救出来 老爷 爹 爹 老爷 你就别夺步了 这莫菲的事啊 目前干朝鸡也不是个办法 你别累坏了身子 你这次糊口脱险 我们置办了一桌子菜 都是平时你爱吃的 我们大家一块庆祝庆祝吧 庆祝什么呀 我儿子为了救我得罪了警察局长 还被安上通匪的罪名 有什么好庆祝的 老爷说的是 莫菲啊 是个孝顺的孩子 换了我们莫青 也会这么做的 哪个当儿子的 会不救自己的亲爹 爹 我赴汤蹈火 别以为你们做的好事我不知道 有些事情 剑平和冯美云已经都跟我说过了 你可别听他们瞎说 我就是想逼着莫菲交出股票 卖了钱好去交赎金 我是误会莫菲了 今天 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 我的财产 两个儿子都有份 但宾州铁路公司 莫青就不要再想了 爹 妈 你大早找什么呢 这年龄大了 脑袋越来越不好使了 刚放的东西 转身就忘了 你找什么我帮你找找 你打住 你要一帮这帮更乱 该干嘛干嘛去吧 啊 这就嫌弃上我了 那行 我买早饭去了啊 去吧去吧 来 你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需要你回到宾州 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 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商人 曹鼎王 他是宾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正准备修建一条宾夕铁路 这条铁路的地理位置 及战略价值 对各方都非常重要 任务完成以后 你先暂时留在宾州 主持那里的地下工作 东北的地下工作 不是交给共产党了吗 以前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在那边的势力 非常薄弱 现在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真要和共产党决裂吗 我不知道 你最好也不要去打听 那我可以 和家人见面吗 暂时还不想 你的身份名字都是假的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再为国民政府效力 明白 我以为您将无所谓的 不应该是 我以为我们做的 其实是 我以为您的 我以为您的 你 无所谓的 我以为您的 进来 先生找我 明天你就去实力医院报到 组织已经为您安办好 直接取上院长就可以了 对了 我听说 他们的外客主任不好对付 我相信你有办法搞定他 放心 这么说 我们要长期留在兵州了 没错 根据目前的局势发展 攻占北平 那是时间问题 大帅的势力很有可能 退回东北 赋予顽靠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会更坚决 行了 早点回去休息 一会儿我同学走走 好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了 多亏了他们家的二少爷 逼着许坤放了阎老虎 阎老虎呢也真讲信用 还真把曹定帮给放了 为了救他爹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这算来算去不也一样吗 傻丫头 人家是父子俩 他拼了命的救他爹 反过着他爹出来 还能不管他儿子 曹董事长不是普通人 等着瞧吧 用不了几天 许坤就得放人 不对 我爹就没管过我 桃子 你爹 还是很疼你的 疼我还离开我们娘娘 一早就这么多年 连封信都没有 说是为了咱们娘俩好 谁知道了 也许这个人 早就死了吧 哎不收了不收了 我收上去了 潘桃 潘桃在吗 谁呀 你是谁呀 找我女儿有什么事 我是铁路公司的 桃子 哎 哎 杨秘书 董事长回来了 通知大家明天回去上班 哦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得通知下一个 哎 杨秘书 曹沐飞怎么样了 这个不太清楚 不过董事长会想办法的 你放心好了 走了 小心啊 哎 太子了 太子了 冰住铁路公司上班 嗯 好 谢谢姚会长 杨秘书 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是不是我回来完了 这事和你没关系 是盐捞火 放到草顶旁 不是说 放人之前要先告诉我们一声吗 我刚刚得到消息 高天提出让姜雨晨 杀了曹定邦 扶持曹沐青 成为铁路公司的继承人 那姜雨晨呢 他答应了没有 我了解姜雨晨 他和曹定邦无怨无仇 我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这是真久发来的电报 我刚收到 就给你打电话了 拿去给许坤 他看了 自然会慎重考虑 太好了 多谢姚会长 曹董事长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 赶紧去警察局 找许坤 好 坐 曹定邦 只有曹定邦在里 姜雨晨想夺取 滨州铁路公司 便希望渺茫啊 朱绍勋 不是正要刺杀曹定邦吗 朱绍勋 麻烦 朱绍勋 朱绍勋 曹董事长 我们老板要见 你们老板是谁呀 接到姚军山的电话 他们出门 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他们爷俩 也该回来了 这次任务总算换了一个 原本的记号 接下来你们是不是很快 就要去野湾开测了 是啊 对了 这条铁路建成 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对 有点不错 对 你什么事 都可以 有点麻烦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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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什么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玉晨想入股你的铁路公司 你不同意啊 所以呢 只能用这种方式把你请到这儿来 原来你跟那小子是一伙的 不不不不 我们不是一伙的 我只是想要你 银行里的三百万羞辱资金 你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韩老板 你的笔记模仿得还很像吗 这上面缺少什么呢 这是缺少你的手印 只要把你的手印印在上面 银行里的钱 很快就跌出来了 休想 很快 你就能和你的儿子见面了 你别别别 哈哈哈哈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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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长 建平 董事长 董事长 冲火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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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事 事 主 主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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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人 快 送医院快 妈 没事啊 咱们相信大夫 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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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大姐 怎么样 怎么样 救过来了吗 抱歉 你抱歉什么呀 怎么就抱歉呢 弟哥 爹啊 爹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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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啥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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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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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定帮死了 我听说之后 就赶到了曹家 灵堂都布置好了 是真的 这件事情 和你没关系吗 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 我是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高田干的 真是太过分了 这不跟土匪一样吗 说杀人就杀人呢 他们找过我 我没答应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 这些日本人已经疯了 日本人心狠手了 这回 你算拧叫了吧 没想到 我没想到 最后还是日本人帮了我的大忙 最后还是日本人帮了我的大忙 展潘海 他们没认出你吗 没有 那就好 江玉成这个小子 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他不仅要灭了大帅 还要赶走日本人 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个消息 都怎么样了 会毫不犹豫地踢开的 老板 您是要把江玉成的话 转告给高田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和高田一直都是生意上的对手 他不会相信我 曹定邦的死 让江玉成深受打击 他没有想到 日本人从一开始 就打算杀害曹定邦 而自己也落进高田的陷阱 成了杀人的帮凶 他后悔 没有听从前书的劝告 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他明白 只有滨州铁路公司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日本人才会有所顾忌 自己 才有谈判的筹码 我和秦光明验过了 可以确定 曹董事长 是被一枪拘杀的 对谁最不理 或者说 谁最不愿意让他出来 还有 他和谁有过节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会不会是 江玉成 江玉成 是这样的 曹董事长 曾经拒绝过 江玉成要入股 滨州铁路公司 但他之后 仍然没有放弃 奇怪的是 每当曹家出事 他都会提出条件 要入股公司 不可能 这些 都不足以 让他下这样的狠手 江玉成 回到滨州后 确实跟日本人 走得很近 不过 曹莫菲也跟我提过 江玉成 曾经在日本人面前救过他 那这就奇怪了 是啊 我们现在 不仅仅要找出凶手是谁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想过没有 什么问题 曹董事长遇害之后 曹莫菲怎么办 如果我们不救出曹莫菲 滨州铁路公司 该怎么办 没错 于公于私 我们必须救出曹莫菲 这样 老定 你去找姚军山 让他再帮帮忙 好的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询订阅 还是 打完 你看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总公 你们都来了 我们在商量莫菲的事情呢 丁总公 你有办法救藏莫菲吗 我刚刚找了姚君山 那封电报 是他侄子莫凤少帅的引信 让大帅府的侍从事发过来的 如果再发一遍 势必会引起是董事的怀疑 那现在怎么办 二太太都已经疾病了 你们先别急 使坤 把曹莫菲抓进了警察局 迟迟没有动手 这说明 他便没有着急杀曹莫菲 希望董事长的在天之灵 能够保佑莫菲平安回来 虽然已经决定离开他了 但看到他们家 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曹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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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为了我 让你放弃莫菲 如果你别怪我 要怪 就怪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不管你的事 你相信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曹莫菲 为了他 我可以付出一切 1927年4月12日 国民革命军 在上海 浙江 江苏等地 大肆腐杀共产党人 及革命群众 与此同时 勒令清党的公寒 也秘密送到了 李显达手中 这让本来就对共产党 产生好感的他 左右为难 他不愿向共产党 举起屠刀 倒好 出事了 他们终于动手了 老好 我早就说过国民党靠不住 没想到 他们这次的手段 竟然如此凶散 既然暴风雨已经来嘛 就很有可能愈演愈烈 我们都要当心 你是说 他们在宾州 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 国民党 在宾州的力量薄容 屠杀不可能 但要防备暗杀 在党中要没有 做出决定之间 绝不能牵举妄动 还有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不能打在你 这边住下去 我也搬出去 不然会引起 别人的注意 记得来时主人说过 没有特殊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ヒヒ Ancient 不要忘记 不再忘记 失诶 回望 离开 本事痛感伤 向前何态刹 不 你难道要抗命吗 全 wyst 谁啊 丁总工 是我 进来吧 美月 丁总工 有事吗 银行刚刚来电话 是我们公司的三百万修路资金 被银行经理胡淼取走了 什么 胡淼人呢 下落不明 怎么会这样 董事长不在了 他跟银行签订的协议自然就失效了 跟黄王现在的红鸟是坚守自盗 难道说 董事长一出事 他就协关跑了 难道 他跟这件事情有关吗 这件货 千个三百万 杀人的越货 美月 你赶紧抱你 去银行一趟 好 那我走 走 一会儿到了车站 你乘这辆火车去天津 然后转车去上海 然后转车去上海 记住 再也不要回宾州了 你怎么知道 他一定会去火车 码头我已经让人去看过了 没有发现他 他今天早上刚取得起 现在人一定还在宾州 他想离开宾州 除了码头 就只有火车站 所以 我们必须尽快看到火车站 老郑 再快点 好 少爷 银行收买的伙计 就只说股秒取走三百万 但是 人不知道去哪儿 取走这么多钱 这人肯定是不把他在宾州待着 小福德 去火车站 现在 对 就是现在 不然人把钱全都卷走了 快点 好嘞 是不是刚刚走了一趟车 刚走 早上两班车都没了 你看看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好像见过 我记得他听了一个大包 小心翼翼得很谨慎 麻烦你看仔细了 是他吗 对 就是他 上车走了 上车走了 走了 走了 上车走了 上车 咱不进去啊 人已经走了 进去干什么 走 什么意思 有人比我们先来了 都没拦着 咱们拦什么呀 走了 怎么了 老板 江先生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去了一下棉方厂 催了一下工妻 没事儿 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呢 都给我 我急用 你为什么要去 你其实想想要再玩 什么 你看他 好吧 爹 你都不问问他要干什么 就把华新商会所有的资金都借给他呀 人家来借钱干什么是人家的事 可是 周老板 听没听说铁路公司账面上有三百万的资金 被一个叫胡淼的银行经理给卷走了呢 我也是刚刚听说 我在想啊 这个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去世了 这个公司账面上的资金又出了问题 这个股票肯定会大跌呀 一定会有人按捺不住 我想着呢拿这笔钱啊买一些股票 爹您看一下啊 这是我新设计好的西式服装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 明天我就派人去上海采购衣料了 这笔钱借给江少爷了 账面上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所以啊 为什么他一开口就要照办呢 华新商会是他的吗 华新商会是新铢还是新姜啊 行了 你懂什么 都军大人对我有恩 江少爷来借钱 我必须要借给他 可是我们也需要钱啊 这件事情我上周就跟您说过了 我是您的女儿呀 她一个外人 你是 我走了 江雨晨 你给我站住 文字幕组 许许 珍贪 你 同时 帅 女朋友 一些儿� 女朋友 说 她 ei ichi